文化和藝術 文化和藝術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綱要 亦支持香港發展唯一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坐落在維港海旁佔地約40公頃的西九文化區 現正發展成為一個遊合地方與傳統特色 並加入國際和現代元素的世界級綜合文化藝術區 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 西九文化區將建有多項對地標性的文化藝術設施 包括戲曲中心、自由空間、 藝術公園、M家博物館 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演藝綜合劇場等 為香港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帶和藝術發展空間 政府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攜手合作 推展西九文化區的發展項目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負責發展文化藝術設施 公眾休憩用地、吸零售、飲食、娛樂等設施 而土木工程托展署負責綜合地庫、公共基礎建設及其他配套設施 以配合和支援西九文化區的發展 由於政府工程和西九文化區的發展高度融合 土木工程托展署委託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落實上述公務工程項目的工作 西九文化區以Foster & Partners 城市中的公園概念為發展基礎 透過將區內大部分車輛通道及泊車和上落客貨設施 至於佔地約17個香港大球場草地面積的綜合地庫內 騰出多達23公頃的公眾休憩用地 和長達2公里闊20米的海濱長廊供市民享用 這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設計概念 為有關工程的設計和建造帶來極大挑戰 長約1.4公里的地下行車路貫穿西九文化區地底 與綜合地庫內各類公共設施及上蓋發展高度融合 是一個非常複雜及負挑戰性的工程項目 在設計方面 考慮到綜合地庫需要分階段輕建和運作 工程團隊以消防工程學方法 度新訂做了一套區域消防安全策略 透過創新的設計方案 例如以動態數據分析逃生路徑 在地庫設置多元的緊急和救援通道 以及為地下行車道安裝集水式花灑滅火系統等 以滿足消防安全的標準和運作的需要 此外,考慮到部分綜合地庫設置於現有機場快線隧道的上方 工程團隊特別設計了一系列的加固及保護工程 確保現有機場快線隧道不會承受額外負荷 團隊亦於承托演藝綜合劇場的綜合地庫 加設了彈網隔震器系統 從而減少機場快線運作時所產生的地面震動 以合乎劇場表演的嚴格要求 加強西九文化區的連接 土木工程拓展處推動一系列交通建設工程 以提高西九文化區的通達性和增強和鄰近地區的連接 為了方便市民利用鐵路往返氣曲中心 工程團隊興建了一條設有空調系統的行人通道 以連接氣曲中心和港鐵柯市甸站 並為連接柯市甸道西和廣東道交界處的行人隧道 完成了美化工程 當中加入了以氣曲為主題的建築裝飾和圖案 以改善現有隧道的步行環境 令遊人更能感受文化氣氛 此外,工程團隊亦完成了藝術廣場天橋的工程項目 以連接圓芳廣場和藝術廣場及鞭架博物館 整條天橋長約94米,闊約7米 採用了結合半拱形行架及開放式橋面 以簡約設計展示天橋的結構形態 由於天橋橫掛柯市甸道西的行車道 為了盡量減少興建過程對交通和鄰近居民的影響 工程團隊採用了預製組件和橫向推進的建橋方法 減少建造工序和縮短工期,並提高施工安全 為應付西九文化區發展的交通需求 工程團隊亦建成一條雙線雙程行車道路的駁密管道 以連接西九文化區的西南邊設施 將來市民更可經博物館道使用西連的連接行車道 通往西九龍快速公路 同時為了加強西九文化區的水路交通連接 土木工程拓展處亦計劃在區內興建南面登岸設施 令市民可以使用水上交通工具 例如水上的士前往西九文化區 創新建造 整個西九文化區的設計和建造 都採用了建築資訊模型 使工程團隊在工程項目的各個過程中 可以快捷和準確地傳遞 掌握和記錄相關工程資訊 並用於日後操作、維修和資產管理 我們亦應用了數碼工程監督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和人工智能系統 以加強項目管理 提高施工效率和提升安全及質量表現 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 有賴各政府部門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共同努力 緊密合作 令這個全球觸目的文化項目 得以逐步展現眼前 西九文化區 連結世界級文化藝術 連結你我 之前ovan eta 我們希望議員ört 地議員 ——